大陆的国务院针对了新冠病毒的防疫 做出重大的改变了 从明年的1月8号开始 针对入境的民众只需要持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取消入境之后的全员核酸检测 还有集中隔离 当然现在看得出来对岸的防疫政策 也慢慢的在放宽 宣布了新失调之后疫情升温 有好多民众面对突然放宽的政策 当然都是感到措手不及的 因为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 好不过随着时间 一线城市的民众现在似乎已经开始慢慢习惯 政策大转弯之后的冲击 生活也逐渐的恢复正常 有做好跟疫情共存的准备 毕竟封闭也不是长久之际 我们可能之后春节的时候 也会再爆发一波 那时候还是要共存一下 我就怕到时候春运的时候 人流会特别大 就怕到时候疫情再爆发 然后导致很多人回不去家这样的 北京的民众认为自己已经开始做好准备跟病毒共存 病激封闭也不是长久之际 唯一有些担心的可能是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稍微担心到时候疫情会再度的大爆发 好不过外媒依旧捕捉了不少活化场 病遗馆急诊室还有各大医院 人满为患应接不暇的画面 新英这是尽管大陆新一轮的疫情爆发 但是大陆国家卫健委26号晚间发布了公告 把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冠感染 从原本甲类降级为乙类传染病 并且宣布从明年1月8号开始入境中国大陆之后 全员免核酸检测 免集中隔离 入境大陆人员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阴性者就可以入境大陆 无需向大陆驻外食领馆申请健康码 通知还要求进一步优化复工复产 商务留学探亲团聚等等外籍人士访华的安排 现在逐步恢复水路 陆路口岸客运出入境 并且预告将恢复大陆公民常态出境旅游 针对了中国大陆一天之内派出了71架次的共鸡 在台海周边活动创下了今年以来 共鸡扰台数量最多的一次 美国白宫国安会26号发表声明表示 大陆挑衅和破坏稳定 有导致误判和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 并且说了对大陆在台附近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 重申会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好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来看到 这是在2022年的年末 对岸解放军释出一系列军武的画面 这当中包括了强化的逆踪性 还有操纵性的歼20 另外还有空中加油机 运20和空警500轰6K等等 可以说是大秀军事肌肉 展现自主研发战机的能力 也喊话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战机的研发能力 巨大殲20战机在空中旋转绕行 展现强大的飞行能力 大陆空军过去十年创下许多历史大秀军事肌肉 歼20正是东海南海和台海的壮美航迹 画出了一个强国强军的同心源 2022年8月 歼20 歼16 轰6K 运游20等 各种大陆国产新型战机 整翅高飞百花齐放 也证明了大陆十年以来突飞猛进的发展 同年9月双20列证长空 其中歼20作为中国大陆第五代战机 遍布了东南西北中 可以看出广泛使用的程度 而第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游20 也已经投入新时代练兵备战 在空军的一线机场目睹了轰6K飞向远发 这一个无数次 我想可能也就是常态化的一个例证 在2015年大陆空军轰6K战机 前出第一岛链飞越巴士海峡 就已经在西太平洋上 宣示了中国空军的存在 2016年轰6K战机对黄岩岛进行战斗巡航 2017年时大陆空军更编队飞越对马海峡 远赴日本海进行远洋训练 解放军空军更表示有实力和各国战力抗衡 是飞行地空无防的情形 2012年中俄两国空军首次联合空中军演 强化彼此合作至今已有十年历史 空军奋飞十年的航军 从一个军种印证了新时代强军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果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我们要坚决听从号列 以大国空军的使命责任 扛起备战打仗的弹子 选战年末大陆解放军系数十年军武成果 也喊话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战机的研发能力 记者李静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3号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 通过军援台湾之后 解放军在25号在台湾的周边进行联合演训 同时还释出了36秒的影片 画面当中远眺中央山脉 市井的意味是蛮浓厚的 而明年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在此之前更强调 中美之间脱不了断不了链 但是也不能够用切香肠的方式 不断的挑战中方的红线 轟炸机捷令升空作战舰艇 向目标海域高速机动 解放军25号再度在台湾周遭 进行联合军演 释出36秒动态画面 最后更以远眺中央山脉画面 作为结尾市井意味浓厚 台湾是中国不可中多的一部分 我们的行动就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我将采取一切必要反制说声 根据国防部公告资讯 25号到26号早上六点为止 高达71架次解放军 进入台海周边海空域 陆军则表示 这是针对美台挑衅的回应 而美国总统拜登刚签署完 国防授权法案 南瓜多项对台友好条文 也让外界猜测 本次军演就事件指国防授权法案 而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也在年终外交报告谈话上 较准中美关系 呼吁应保持开诚布公的沟通 王毅更强调 中美之间脱不了钩断不了链 两国寻求合作是必须而非选择 而王毅也在22号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过后 指出美方不能挑战中方红线 也就是指台海问题 美方必须重视中方政党关切 停止遏制打压中国发展 尤其不能以街相长方式 不断挑战中方的红线 另一方面 布林肯也在盘点外交成果时提及 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可见双方都是中美关系为外交重要议题 明年初布林肯将访华 中美之间就先互相隔空过招 记者黎静报道 来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